这边是福建的省会福州 他们的这个滨江公园 这边也是他们这个 成建最好的一块区域 感受一下这边 这边建的还挺彩的 我感觉这边好像是刚建好不久 看着还非常新 看着非常漂亮 这边临着是他们的这个滨江 看这个底下 底下还有一个大沙滩 这边不是海滩呀 但是也是弄了个大沙滩在这里 平时大家可以再来这边玩呀 看这边 这边这个房价都非常贵啊 哇 普通的都是这一个三万多一瓶 贵的话十多万一瓶 十万左右一瓶 所以在这边的住的人都是 都是这一个 要么非富即贵 要么就是原来这个在这边住的比较久的这个老福州人 那时候他们买房子比较早嘛 那时候房价没有这么贵嘛 长到现在就比较贵了 这个是什么福州之门嘛 看看这两江两岸的这个风景 哇 感觉就是相当的霸气啊 看看这边 这边是福州的高楼群的 不是特别多 相比这个别的大城市来说 一栋两栋三栋四栋五栋 就是这五栋啊 最高的一栋就是那一栋了 它只有这个三百米 为什么福州这边高楼不多呢 因为它这边是属于历史古城啊 它好多的都有这个 古城保护 看这边 古城保护的话 它就不允许建那种 特别高的高楼 下面是这个敏家 是福建的第一大河 从这个整个城市绕城而过 和那一个重庆那边也有点像啊 但是重庆的话 高楼要比这边多很多 而且重庆是那一个三层 它这边的这个地块会往上面 有那一个山啊 再往上面高个这个 四五百米 山上面 然后这个建筑全部建在山上面 然后还有一层一层的在这个落下来 就跟台地一样的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台地上面 在建这个建筑 非常壮观 在重庆那边看 它这边就是在平地上建的 高楼要少一些 然后比较平啊 所以看着这个城建 没有重庆那边壮观 这边已经算它这个城建 相当于是最壮观的地方了 下面这也有一个活动区啊 活动区挺多的 看看这边 下面这边好像还有一个 运动场什么之类的 也不知道是一个干什么的 下面好像有狗狗在里面 感觉像一个罗马竞技场啊 那狗还在望啊 下面有三只狗 福州的城建 怎么说呢 说强也不是特别强 说差也不是特别差 看看往这个里面看一看 它这边的这个配套 还是比较好的 我感觉 虽然高楼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人口密度也要低一点嘛 这还什么遥光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可能晚上会比较炫 你看这个 平时在这个广场上 待的人也比较少啊 环境是相当不错 然后就是这一个 气候感觉和重庆那边也比较像 虽然这两个城市隔得非常远 一个在山里面 一个在领海一点的地方 但它这边也是这个 迷雾朦胧的 二个重庆被称为这个雾都 它这边的话虽然没有说是雾度 但是也感觉总是这种雾朦胧的 再往这边好像人家躲一下 这边在这边活动的人要躲一下 都会在这边活动的 它这边 搞得真的很像海边啊 这边 小店搞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重庆那边就没有地方搞这个东西 它这边搞得还可以啊 适合拍照 有点意思啊